就在昨天有位粉丝线下交易的时候被骗了1100块钱 随后这名粉丝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了雪龙 本来以为是要向雪龙索要皮肤的 但是后来才发现这名粉丝原来是真的被骗了 首先这名粉丝通过某某平台发布的卖号信息 加上了这个骗子 两个特斯拉加上68个皮肤的号要卖1200块钱 随后这名粉丝就询问那个骗子 说咋这么便宜呢 骗子回答道 号主急用钱 于是就想快速地把这个号给出售了 这名粉丝呢也是相信了骗子说的话 并且将价格还到了1100 而当这名粉丝询问是先交钱还是先验号的时候 骗子回答道先交钱再验号 并且谎称他那里是平台绝对不会骗你的 这名粉丝呢也是完全相信了这个骗子 并且把1100块钱给他打了过去 骗子收了钱之后 说好的马上就给你账号 随后半个小时过去了 这名粉丝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目前这个事件粉丝已经报警处理 相信钱肯定是可以追回来的 那么顺着最后 雪龙交给大家一个百分百防诈骗的小技巧 首先我们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随后点击身份核实 在这里输入卖家的手机号要求身份验证 随后卖家就会收到一个身份核实的短信 这样的话 一旦发生资金损失 就可以立马报警锁定对方的身份 想要诚信与你交易的人 根本就不会在乎这里的验证 而只有骗子才会想方设法地绕开验证 所以说网络交易一定一定要谨慎 顺着最后 记得点赞转发 以防更多人上当受骗